歡迎收看健康新知 你給我30分鐘 我給您健康一生 膝關節是人體最大 也是最複雜的關節 它是一個最大的承重關節 其實它可以承重到35公斤 現今也吹起了一股馬拉松跑步風 常常很容易造成我們膝關節周圍的 或是後方下方的疼痛 俗稱跑者膝 膝關節真的是一個 為我們支撐全身重量 任勞任怨的一個關節 所以只要一不小心 運動傷害很容易就發生了 所以到底如何預防膝關節受傷 如何去治療以及恢復呢 這個運動傷害的概念 怎麼去預防它對不對 對 所以預防真的勝於治療 所以一般像你們是負責國家隊的運動員 這非常的責任重大 可是運動員常常會受傷啊 對 所以怎麼樣教教觀眾 如何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如何去預防一些急性運動的傷害 或是一些慢性運動的傷害 對 那一般來講運動傷害分成兩大類 第二是急性的運動傷害 那另外是常見像一些選手 或是國家代表隊常常比賽 產生所謂的過度使用 所產生的運動傷害 是 那一般來講 急性運動傷害的預防 大概包括像一般球隊 球技前的一些體勝的準備 像一般我們選手 或一般的民眾做運動 可能平常在運動前 或是要做一些適當的一些體制的準備 還有說一些暖身運動 那當然這個運動避免傷害 最重要是配一個良好的運動環境 比如看你球場上 或是說這個棒球場上 有沒有像一些石頭 一些不平整的坑洞 或是地面不平整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再來就是 因為台灣屬於這種 有時候夏天很熱 冬天還要來 所以要注意 因為這個環境 天候導致個體溫過高 或是過低 引起的問題 包括體溫過高的話 可能會產生 容易產生一些熱中毒問題 所以在夏天運動 可能要補充大量水分 礦泉質 還有一些 礦泉質一些飲料等等 好 那再來是 像冬天太冷的話 可能在運動前 熱身之外 可能一些 防護衣服保養專備 要避免這個 因為體溫過低 會產生肌肉 組織一些軟縮僵硬 產生運動傷害的比例 相對會更高 那當然 更重要是說 適當的護具 比如像打棒球的 頭盔保護 像一些運動傷害 一些 護膝護腕的保護等等 都可以減低 一些極性運動傷害的產生 我們說暖身操 怎麼做到好 那當然體制人準備的話 像一般民眾 可能是平常要定期的 做一些 比如說 跑步 心肺功能 一些測試 然後做一些訓練 那一般我們球隊運動選手 都是有 團隊在照顧 像我們常跟運運團隊 針對一些照顧選手 需要在球技前 做一些心肺耐力測試等等 了解 那當然平常的話 像選手都會一些 自我一些強化訓練的一些 一些 像所謂的一些 套餐計畫等等 那可能一般民眾 可能平常在運動前 要養成 平常做一些 包括肌肉伸展 肌力強化訓練一些 一些訓練 可以減低運動傷害的產生 那還有說 所謂運動的一些 柔軟度 所以可能平常 做一些拉腰伸展 比如你膝蓋 運動前 可以做一些深蹲 一些拉腿 一些 跨部一些 肌肉把這個肌肉強度 把它 柔軟度來拉 拉開一些 那更重要是說 如果各位選手 或是一些 一些民眾朋友 有一些受過傷的病史的話 也需要針對你受傷部分 特別做一些強化 那當然強化程度的話 除了自我訓練之外 可以藉由這個 專業的一些防護師 或是物理治療師的角色 當然加上專業的 運動醫生的建議的話 針對你受傷部位 做客製化的 強化訓練等等 適當的暖身 做好 讓身體能夠啟動說 我現在開始 告訴你的肌肉 告訴你的身體 我要運動了 這樣子就可以避免很多的 不必要的運動傷害 對 所以適當的暖身 真的很重要 對不對 非常重要 是 即便是暖身有沒有說 大概要做多久 才是比較適合的 對 一般來講的話 就把像各位觀眾 當作一個運動員 來做訓練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暖身的步驟 大概分成大概 這個柔軟操 做一些伸展 大概是大概五分鐘左右 那大概看不同部位 像膝關節 肩關節 還有腰部等等 基本上柔軟操大概是 做伸展大概五分鐘 那在做伸展的話 包括肌肉的拉筋 比如說這個上肢的拉筋 或是膝蓋的拉腰之類的 大概是 大概是五到十分鐘 那接著熱身 可以一些小伸展等等 做一些熱身運動 大概是五分鐘左右 那五分鐘之後 再回到基本運動 那讓這個組織 稍微這個 coot down 稍微冷卻下來之後 對 再開始從事一般的運動 好 所以這樣前前後後加起來 大概 要半個小時 要半小時 對不對 需要的 需要到暖身 有些人很急啦 我今天想運動 我就趕快把它運動完 就開始跑步了 對 這時候 真的 你跑了一陣子 你就開始腳會抽筋了 對 對不對 是 所以這個暖身 大概 副院長建議 二十到二十五分鐘 其實是最恰當的一個方式 是 那我們在暖身的話 可以提高這個肌肉的溫度 然後增加這個彈性 然後減少拉傷的危險性 那我們肌力強化呢 可以通過 物理治療方式 可以增加這個肌肉 承受力道的程度 那一般我們伸展呢 大概膝蓋 就包括 我們所謂的 骨式頭肌 然後還有一個內縮肌群 然後這個前面的 這個 長進階韌帶 還有腰椎 肩關節跟胸部 其實我們人體是一個 所謂的生物的 生物鏈啦 所以你其實 膝關節之外 不要說做膝關的運動 要包括 腰跟髋關節 等等上下關節都要一起做訓練 才會減低 了解了 相關關節的損傷 那剛剛有一個溫度的高低 這會引起一些問題 對不對 這個環境因素太大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我們台灣 有時候夏天 是高到大概40度以上 那文獻跟這個研究顯示 如果說我們體溫啊 大於40度以上呢 將會產生 比較容易產生運動傷害 所以 在這種天熱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包括這個 當然 衣著要盡量穿清涼拓風 容易排水吸汗的材質衣物 那當然運動的過程 要充分補充水分 以冰水 還有說 避免 飲用高糖的飲料 因為高糖會延緩水分的吸收 在體內 更會產生一些 缺水的一些狀況 那當然要適當補充 像 眼甲還有鈉的電解質 可以適當補充運動型的飲料 對對對 當然最好是能夠不用在 大樂天下做一些 戶外的運動等等 對 所以溫度過低也是一個 冷也是一個 會讓血管收縮對不對 的確 因為現在人體的話 各位想要經驗 這個一冷化整個 肌肉 肌肉組織會緊繃 然後心血管容易收縮 對 那所以像有些 老人家有些心血管疾病 千萬千萬不要在 寒流的情況出來 對 做戶外的運動 是 那所以我們避免 低溫產生的運動傷害 當然就是天候選擇 那 如果真的是需要比賽 或在戶外 當然要穿一些保暖性 選擇一些多層次 棉花纖維的材質依附 可以保溫 避免這個低溫 產生不必要的運動傷害 那一些老人家 其實年紀大 大了以後膝蓋會退化 是 會有一些 所以也需要 需要選擇一些護具來幫助 他們在運動的時候 避免傷害 的確 像老人家很多運動 最主要是在這個 膝關節方面比較多 所以 如果真的是年紀大的 觀眾朋友需要運動的話 當然平常的 剛才講的一些 拉筋伸展 肌力強溫訓練 非常重要 如果真的需要運動 比如說爬山或是跑步 可以帶一些護膝 可以保護你的膝關節 減低關節 衝撞壓力 可以避免這個運動傷害的產生 有帶比沒帶還要好一點 對不對 可是護膝有時候有動 有的沒動 那有選擇 有差別嗎 護膝一般建議的話 如果有受過傷 或韌帶受傷 如果要運動 可能帶一個那種 護膝 所謂硬式的護膝 硬式的 它兩邊有一個比較硬的 類似保護條 調的 對 所以如果你曾經 膝關節受過傷 可以用一個 更強度一點的 護膝 護具 那如果一般的話 就是很健康的膝蓋的話 其實就是套上一個 套上一個 有一個彈性的保護 彈性的保護 多少一些膝症 避免傷害的效果 了解了 那我們今天呢 會先來講到 膝蓋 膝關節 哇 這個是一個 膝蓋是承受我們 人體整個重量很大的 一個關節對不對 而且它的活動 靈活度也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膝蓋的構造 我們來先看一下 其實這個 我們的模型 請副院長跟我們講一下 這膝蓋周邊有哪一些的東西 這是我們膝關節的構造 模型構造 那一般講 我們膝蓋前面這條 就是我們所謂的 大腿的骨四頭肌 那連著 冰腱韌帶到這個 筋骨端 對 那這個 各位摸個膝蓋前面 突突 其實是我們翻開 這裡的白色叫做 骨頭 冰骨關節 冰骨 那 膝蓋骨頭 包括這個 骨骨跟筋骨 這是上下 兩個骨頭最重要的構造 那我們這膝蓋呢 除了骨頭之外 更重要是裡面有一些 所謂的韌帶 跟半衣板的組織 對 那韌帶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是分層 大概包括 這裡面一條前十字韌帶 跟所謂後面一條 後十字韌帶 這是 維持膝關節穩定 最重要的前後兩條 十字韌帶 對 那我們 這個側邊呢 我們側邊叫做肥骨的構造 上面連著叫 側韌帶 那內側也叫做內側側韌帶 那這四條韌帶 構成一個非常穩定的關節 可以讓這個關節在各種角度 活動彎曲 不會產生所謂的脫臼 不穩定的構造 那此外呢 最到裡面所謂的 常見叫做半月板 就是我們膝蓋裡面 一個三角形構造 就像這個 所謂的汽車的避震器的構造 它可以 這個增加了關節的穩定度 另外在運動的時候 跑步的時候 可以減低 這關節衝撞的壓力 的磨損對不對 可以讓這個關節壓力可以改善 那避免導致像我們的關節面 一些關節面軟骨磨損的機會 這是一般我們來講 膝蓋的最主要的構造 那當然這個膝蓋 除了肌腱帶 半月板之外 周圍還包含很厚的肌肉肌群 所以通常我們先來講 這個半月板 這個避震器很重要對不對 對 非常重要 它一個半月型的 然後副院長你剛剛說 它是外薄內厚還是外厚 外厚大概厚度大概是 0.7 0.8公分 一直往內變薄 像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們叫做半月板 就是這個形狀看起來 從上面看的話就像這個 真的耶 像一個半月型的構造對不對 對 那個月彎 月亮的一半 所以名字取得很好 就是半月型 半月板 好 半月板通常會有什麼問題啊 半月板很多就是 像很多運動傷害一個 那個急停或是說一個旋轉化 擠壓導致這個半月板破掉 那年紀大病可能是隨著年紀老化 這個半月板 這個就是材質硬化老化 可能是所謂的退化性的破裂 這兩個為主 那一般來講這破裂的話 往往就是第一個不容易診斷 可能也常見的受傷可能是 肌腱 韌帶 發炎等等 所以一般當然是先做保守治療 復健 物理治療等等 還是沒有改善的話 就要高度懷疑 是不是所謂的關節裡面 這個半月板的破掉 對 所以半月板破掉 現在有什麼樣的修補 或是有一些治療的方式嗎 半月板破掉 基本上就以它的破裂大小來講 如果是說 輕微的破損 一般來講這破損 大概在0.7公分以內的話 它有機會愈合的 所以一般可以傳統是休息 或是說像有做一些 像PRP注射一些真身療法 讓這個組織修復 這是目前治療方式 所以它自己會長回來 那是破裂比較小的情況 輕微的時候是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在臨床很多 當然是破裂很大 當然先嘗試保守性治療 那如果真的破裂很大沒改善的話 往往病人會造成活動 或是深蹲 這個會卡卡很痛的感覺 那就要高度考慮到做適當的處理了 那處理方式就是可以用內四鏡手術 把這個破掉的半育板 這就像一個衣服裂開一樣 你要把它縫合好 這個組織才會長回去 了解了 所以內四鏡可以做縫補的動作 把它修復好 剛剛說的 它有破裂 有受損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比如說它往內側或是外側 那症狀往往變是說 第一個它非常痛 它通常剛好在關節的內側或外側 對 此外 它這個選手或是一般的患者 覺得它深蹲的時候 哇 蹲不下去 哦 因為你看這個破掉 像一個裂縫在這邊 它這個地震性 一彎下去 就會卡到 結果蹲不下去 好 對 是 所以會痛 就會導致腫脹不舒服的一些症狀出來 好 所以 那個關節 膝蓋那邊也會腫起來嗎 對 會積水發炎 會有積水發炎這個狀況 哦好 所以 其實那半月板你說不容易 檢查得到 對 它可以用S光看得到嗎 S光看不出來的 超音波呢 超音波可以 隱約可以看到破掉 那基本上就是要有專業生 有高度懷疑 我們可以做一些比較詳細的一些 所謂的理學檢查 哦 那懷疑的話 目前最正確的診斷可以做核磁共振 哦 核磁共振 照得出半月板 對 那整區大概95%以上 好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是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S光 這個圖片 就是在做半月板的 內視鏡的修補對不對 對 哦哦 所以像這個圖片 你看這個核磁共振 一個顯示這個破掉的地方 OK 那我們樹中可以看到這個破掉情形 那這是用 所謂的自動縫合器 進去縫進去把這個破掉裂縫 從裡面直接 像一個定書機這樣把它縫合好 對 把它縫合好 對 所以也不用取出來 那個材質會跟組織結合在一起 都不需要把它掉了 對 這這樣子還滿好的 大概這樣子 然後它也不能再去 要休息對不對 對 蘇後 要休息 大概多久 它可以疼痛減低 或是開始恢復 好 一般這個半月板破掉縫好 它大概育合期 大概是 大概六週左右 所以一般來講 開完刀 縫好 它疼痛應該可以獲得改善 但是這個育合需要時間 一個半月 所以大概一個半月 它育合期 那一般來講 要完全育好 大概三個月左右 所以一般 選手或一般的民眾 如果接受這種手術 一般來講 三個月可以從事一般 溫和型的運動 了解 當然是 所以這種高強度 禁忌型的話 一般可能建議 大概是六個月 所以會比較安全 好 所以半月板的修補 也是一個方式 那我們知道說 兩邊都有 對不對 它整個是一塊 兩個三 半月 內外都有 好 所以有可能 同時兩邊 兩側都有問題嗎 通常是單側 如果兩邊都也是有 表示它受傷力量很大 內外都破掉 那旺中的合併 所謂的 前十四人帶 或是 斷裂 才會造成 內外破例的情形 所以可能一次 嚴重的一個運動傷害 導致 人帶也斷 然後半月板也受傷 對 好 所以 如果說有什麼狀況 是半月板要移除的 半月板移除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看這圖 這半月板它構造 它這個由外到內 有血液循環的供應 對 那一般我們血液循環 是從外側進去 如果你破在內三分之一 的話 屬於這個缺血期 它就沒有辦法漲 所以一般正確的做法 是把這破掉的 內三分之一把它修掉 但是你的修掉部分 如果不是很大 基本上 對它的功能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影響 那有些怕說 萬一你破得很大 或是說第一次手術 這個 處理上 把這半月板都 等於都屬於比較粉碎 去沒有辦法修補的話 就把它拿掉 拿掉的話 可能就像避震器 壓力減低的話 那如果你日後 又不好保護你的關節 再做衝撞 或是體重太重 擠壓 會導致這個關節面的軟骨 會磨損掉 所以剛剛副院長提到一個 我聽到一個 有些過胖的人 的確 他其實自己也會造成 他膝蓋問題的產生 對不對 的確 他其實都不要做什麼運動 他半月板可能就會長期的 重壓 去受損到 對 所以血液的供應是在外側 對 外側 從外 外外進去 對 所以他是粉碎性的在內側 造成他的半月板 整個的都破裂 所以這個可以做人工半月板嗎 目前的生物衣材有在做 但是目前臨床的效果 看起來還不是太好 還不是那麼好 如果真的你半月板破損 沒辦法修補或是都需要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做所謂的 半月板移植手術 就是用你要捐贈的半月板 其實在國外這個手術是非常 所以還是人還是天然的 對就是 製體的 液體的 液體的 OK 別人家的 就是有些捐贈出來的 經過處理的話 這在國外已經 國內現在已經可以引進這種 所謂液體半月板移植 這手術臨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是國內已經 國外已經做很久了 對國外已經做很久 國內是最近可以引進所謂液體的半月板 所以我們現在做一些液體半月板的 好 所以這周圍半月板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們要好好的用 省著用 對 對 真的是這樣 那再來接下來我們來看到一個 其實很重要的是一個韌帶 那韌帶 剛剛副院長有講到 有前後兩條 前十字韌帶跟後十字韌帶 那前十字韌帶 它也是在骨頭的裡面嗎 對 前十字韌帶跟後十字韌帶 它是在關節裡面 給你看它的圖像 這個關節面的話 這個前十字韌帶是從這個 我們近骨前面三分之一 到這關節的 內側偏外側 叫前十字韌帶 後十字韌帶是剛好在後面 可以轉到後面看後面 這條叫 比較清楚 對 那為什麼叫十字韌帶 它是跟兩條韌帶前後交叉 所以一般我們在做手術看 那一試一看 這韌帶剛好前後交叉 變個十字形 對 所以叫十字韌帶的構造 所以這個十字韌帶的功用 是在穩定我們膝蓋關節 不會這樣子 往前跑出去 前後不會跑 所以它拉住了我們的筋骨 對 對不對 然後呢 不會移位 所以它會是在 正確的位置上 上下的骨頭 它是預防 你在跑步的話 預防這個膝蓋往前衝 OK 如果你前身斷掉的話 這個膝蓋一般的 會往前凸 病人會覺得這個膝蓋往前 跑之後會往前跑掉 這樣滑要凸的感覺 滑出去了 對 好 所以這個韌帶很重要 什麼運動 什麼姿勢會造成十字韌帶 前面的 十字韌帶運動大概是像很多像 比如說打籃球 踢足球 一個急停煞車 一個旋轉 然後加上一個 比如說你 鏟球一個外力從外側進來之後 導致一個韌帶的斷裂 這種斷裂 因為很厲害的旋轉 所以往往會擠壓 導致 最常見像這個外側的 半月板的破裂 更厲害像主持人講 如果你力量從外側進去 牛軟力更大的話 導致韌帶斷掉之外 包括內外側 半月板都合併的破裂 都有破裂 所以前十字韌帶的 受傷人數真的還蠻多 每一年耶 的確蠻多的 是根據國外這個統計 國外 大概目前 美國統計大概一年 大概是至少25萬人次 接受手術 那還不包括非手術病人 那台灣目前我想 至少每年大概是4000人次 或更多 因為這是 隨著 這近幾年運動風氣的產生 往往這個量以外 會更多更多 還包括前面提到 沒有接受手術 接受傳統復健治療的病人 還沒有包括 都還沒算在裡面 對的確 是 所以如果有些人他不知道 他受傷了 他可能當下 他不知道他是哪裡有問題 嗯 副院長你會建議 還是要先到 西醫這邊來照一張S光片 來分清骨頭的問題 還是韌帶的問題嗎 對我強烈建議 如果有這種症狀 膝蓋有受傷有腫痛 那當然如果你先做復健 或是保守治療 大概 我想6週以上還是沒改善 就要考慮到 是不是 這關節裡面有問題 對 那經由專業醫生 可以做一些檢查之外 可以做S光 當然S光是要排除 有沒有合併一些 所謂的骨折 或是說一些失業性骨折的問題 對 那再做核食公正 可以確定的問題 沒錯 是 所以這些韌帶的問題 韌帶 我們說傷筋動骨 100天 3個月 才會修復對不對 的確 那韌帶也是嗎 韌帶可能要更久 還要更久 差不多100天 韌帶如果是前後時韌帶 這是一個 目前很普遍的內視鏡手術 只是 這個韌帶癒合 因為我們做重建 它這個韌帶植入之後 它細胞長進去 需要再 再癒合過程 會比較久 哇 所以一般來講 大概一般術後6個月 你要做一些運動輕微的 快走慢跑是OK的 那如果要回場 像職業選手要比賽 大概最快也要 9個月之後 9個月 那也都快要一年了 那就是 對不對 那就是 癒合需要的時間 所以 我現在運動醫學 很多投入在所謂的 加速癒合的研究 那也希望 尤其 若干年之後 可以經有一些 生物治療法 可以讓韌帶 癒合更好更快 對 了解了 所以前十字韌帶的受傷 有很多是運動 有的是車禍 對 更多的是摔傷 摔倒對不對 然後導致 一個重壓 導致韌帶的斷裂 所以其實它會產生的一些症狀 當韌帶斷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不舒服 典型的話 比如說 很多個案就是打籃球 嗯 舊球硬暖 一腳硬暖 扭到 對 下來 扭到是 啪 先聽到一個 斷掉的聲音 對 那接下來就是開始膝蓋腫脹啊 開始很痛 所以膝蓋就彎曲不良 產生這種 了解 典型的症狀 是 所以韌帶一斷 你的骨頭就不穩定了 對不對 你怎麼走都是會很痛的 所以呢 我們知道說 最後啊 給我們還是一個小叮嚀 對 在做任何運動 或是在有運動傷害 產生的時候 要怎麼做 對 我要呼籲有傷害的選手 或是 觀眾朋友 如果運動有受傷 膝蓋有問題的話呢 當然一般人也不想看醫生 你可以先嘗試休息 冰膚消腫 做一些那個 簡單自我處理之外 如果沒改善還是強烈建議 要找專業的運動 醫學的醫生 做個詳細的檢查 因為我在門診上看到很多 因為這個 小病延誤救醫 導致這個 韌帶重建或半月板磨損到 不可處理的地步 效果又更差 那更差的是我們關節面 有個軟骨的構造 軟骨本身是 所謂的 沒有含血液循環的構造 一旦軟骨受損化呢 即使目前的科技要再生 它的效果 還是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就強調 要預防生育治療 如果有傷的話 一定要找專業的醫生 做詳細的檢查 那其實 小病可以及早處理 基於我們治療很多 國家級的運動選手 即使 緊急受傷之後 好好做處理的話 目前還是可以活躍在 運動場上 繼續為國家台灣爭光 是 今天真的很謝謝副院長 我想膝蓋關節是全身 最容易受傷的關節 不管是它的周邊的組織 韌帶 骨頭 半月板 所以在做任何運動之前 做足暖身 有任何的不舒服 也要請專業醫師來幫我們評估檢查 才能讓我們的膝關節穩健的行走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新知 祝您健康平安 那我們下次再會